嗨大家好我是威力 那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Q&A的部分 因為這些問題啊 事實上以前在FB私訊的時候有太多人問我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整理一下 那這次用語音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這樣下次你如果在使用的時候有發現問題的時候你就不會 再疑惑了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有出現這個Message的話代表 這個報價來源的網站他可能在維修 因為這個是蠻正常的事情因為台股每天都在更新嘛 或是每股每天都在更新 他網站方必定會有一段時間是在做他伺服器的data的update動作 所以你在那個時間點你抓不到是很正常的 另外就是如果現在正在開盤中啊 你如果在開盤的時候去抓蠻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這種訊息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如果你要在 更新這個報價的時候建議你是在收盤之後 你再去做更新 通常是一般是比較晚一點點時間當然不是到 睡覺那個時間啦 你也就是你可能差不多 下午 五六點到七八點之後你去更新應該 是比較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你要在盤中去嘗試也可以但是 會有比較高的機率看到這個Message 另外你如果是要檢查你的台股 的 這個 網站可不可以連啦 或是美股的報價網站可不可以連 都可以去點這兩個資訊 另外這個 這個 現在目前我們已經沒有在使用IE啦 不過 原則上如果你有在使用抓蠻錫的這個功能按鈕的時候 盡量不要重複一次 按太多次 避免影響到網站的 穩定度 就是來源站的穩定度 因為我們 等於是用以Sale的方式 模擬人 去做這個開啟的動作 那原則上這樣子的方式只是去協助使用者 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在那邊自己做更新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會去想好說不要去影響到網站的穩定度 那第三個如果你有出現這個訊息的時候 代表說是樞紐分析的錯誤 例如說樞紐分析的功能裡面你有 篩選掉一些空白的項目 那如果說如果你在持股報價股號裡面 股民的表格有輸入錯誤的時候可能會出現 這個Message 那如果你有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你可能要再重開 一分 這個配股配息試算表 然後再重置一次存股票 再把你的Data漏進去一次 第四個這個是Automation錯誤 Automation錯誤蠻常發生在於說 當你的電腦他在很 忙碌的時候或者是你的網站 就是你沒有辦法上網 也就是你這台電腦他沒有辦法跟網路連接 或是連接的 這個品質不太好的時候 他蠻有可能會抓不到報價 這時候就會出現Automation錯誤 如果你有發生這個現象的時候 建議你先不要移動滑鼠或是其他介面 讓Excel可以去抓取報價 也就是 講白了就是有兩種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電腦太忙了 第二個就是 你的這個網站連接 在這個網路的品質上面可能有問題 第五個就是我們目前 Excel VBA要轉成Google試算表 比較困難 那我們有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你自己去做 但是搭配這套穿股配股 配寫試算表的雲端試算表 目前我還沒有做 你可以自己先做一個自己的 另外這個下方的是在7月3號新增的一些問與答 因為以前有人問過說這個 投資英股的 美元報價到底要怎麼去使用 就是你去買英國的股票 像SP500 SPY500他對應的英股 也有一個交易的代號 那你在抓取這個的時候 他又是美元報價應該怎麼用 原則上 在 操作邏輯上 只要你是 使用Yahoo美國這個 報價來源方網站上面 你抓取的 資訊的話 基本上開頭都是1 那只是差別在說你要用什麼匹別 比如說日幣、英幣、港幣 那你要用這些匹別的時候後面就會跟著一個小的代號 那等於是說在 試算的過程裡面 那我們會去轉換成 對應的這個貨幣去做計算 所以 相同邏輯假設你今天是英股 但是是美元報價那你當然填1就可以呀 所以這個這個功能其實是一直都存在 只是大家可能沒有理解這個表示在 怎麼使用 所以我們這邊有寫說只要是非美股代碼都是1 只是因為你投資人可能使用不同匹別 會有這些就是小小的代碼去做 區別 第三個就是基附通跟數位貨幣的功能目前是lock起來的 就因為這個功能目前也不太會有人用 所以就先做關閉 避免說維護上的複雜 好那以上 這些就是Q&A的 這個內容啦 那我做這個影片是希望給大家知道說 你在使用的時候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可以先看一下這裡面內容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那如果有的話那你就可以知道說我可能是換個時間點 再去做更新報價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做分享 在說明 進去